美军运输机下方塞了来不及进机舱的阿富汗民众 这些人跟着飞机前进 还兴奋的与跑道旁的民众挥手 影片最后结束在飞机起飞前 机身下方的民众生死未卜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有一位阿富汗大明星比他们幸运的多 左边戴口罩开心比业的女子 是阿富汗流行天后萨伊德 她在IGPO照片 证实自己挤上了640人的逃难班机 并打卡说自己到了卡达首都 之后将飞到伊斯坦堡 49岁的萨伊德主持唱歌双七 当过大型选秀节目The Voice评审 还经常举行慈善议演 他曾在访问时说过 自己将会是最后一个离开祖国的战士 不过他曾被塔利班以不堪字眼辱骂 只能搭上逃难班机 这位英国大学生想在毕业前疯狂一下 于是转机四次来到世界最危险的国家阿富汗旅行 才抵达两天塔利班就攻入克布尔 幸好他最后搭上英国的撤侨军机 阿富汗央行总裁也已逃到英国避难 而现在阿富汗国内少数在开心吃冰淇淋庆功的 大概只有夺下政权的塔利班战士了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